这个杀手以为我看不见 每次都在我面前脱衣服 他听见我不停地咽口水 杀手 你饿了 我点头 嗯 咦 他带着一身血腥味回来了 虽然味道很淡 但我还是闻得出来 杀手大哥拿着脱下来的脏衣服 往浴室里走 等我洗完澡就去做饭 我扭捏着 娇羞开口 要一起洗吗 他的身体猛的一顿 回过头看我 我找不 反正我又看不见 我看得见 他甩下这句话 转身进了浴室 二 我叫温宁 是个孤儿 三年前 我被一家有钱人收养 但他家的孩子都不待见我 尤其是那个小儿子 他趁我不注意把我推下楼梯 头撞在台阶上 导致我双目失明 其实我并不是完全看不见 只是非常朦胧 为了活命 我一口咬定什么都看不见 出院后 家里把我安排到了一栋郊外的别墅 外加一笔巨款 任我自生自灭 我才懒得报仇 每天点外卖拆快递 小日子过得很滋润 没想到两周前的一个晚上 一个杀手突然闯了进来 便没动手 只威胁我别说出去 于是我们两人开始了 诡异的同居生活 他行踪不定 偶尔会帮忙做做饭 但几顿饭怎么可能满足我 作为房东 我要给他点颜色看看 这天晚上 我蹲守在浴室门口 意想着他那充满诱惑力的身体 水声停了 杀手大哥围着浴巾走出来 热气弥漫 在我模糊的视野中 依旧能看出他宽肩斩腰的身材 嘖嘖 近看就是香啊 杀手大哥看见我 你站在干什么 我脸对着他的胸膛 清了清嗓子 给姐摸摸腹肌 他 三 杀手大哥擦头发的动作停住了 半天才开口 想死 让我摸完就死 他没理我 转身离开了 我着急跟上去 忘了拿上旁边的导王棍 腿磕在桌子脚上 扑通一声 我整个人摔倒在地 好痛啊 我撑起上半身 疼得眼泪都出来了 杀手大哥叹了口气 走到我跟前蹲下 头发上残留的水珠 滴在我的大腿上 他的脸与我距离很近 我却还是看不清 瞧着大概轮廓 应该是个帅哥 靠近一点 再靠近一点 姐就能看清你的模样了 我不敢看得太用力 生怕被他发现 杀手大哥低头看着我的膝盖 温热的手指拂过伤口 出血了 有没有点福 我答非所问 我想摸腹肌 他再次无语 开玩笑 这点小伤算什么 我以前可是经常瘦的 趁着他还没穿好衣服 我得赶紧上手 杀手无奈 只是摸摸 其实我还想亲亲 你别得寸进尺 四 就在我以为他会生气走开的时候 他抓住我的手腕 放在自己的腰上 我 杀手大哥别过脸 艰难地开口 摸吧 我一通乱摸 生怕他反悔 手上的触感又滑又嫩 肌肉分明 当我触碰到他的腰侧时 杀手大哥的身体轻颤了一下 他嗓音发色 慢些 有点痒 我鼻血差点喷出来 五 我明明只是在摸腹肌 手上的速度慢了下来 他也不再颤抖 不知道是我动作太大 还是欲经有自己的想法 他掉到了地上 杀手大哥迅速将肩上的毛巾 甩到我的脸上 然后慌乱地捡一惊 我明知无问 怎么了 他有些窘迫的回答 没事 嘶哈嘶哈 居然还有意外收获 六 早上醒来 杀手大哥已经出门了 我拿出藏起来的手机 对到眼前 准备点个外卖吃 突然 别墅大厅的门被暴力撞开 紧接着 有人叫唤 温宁 你给我出来 这破罗嗓子变成电音 我也能认得出来 陈雨飞 把我推下楼梯的凶手 我点着导盲棍慢慢走出来 他看到我后 开始像以前一样嘲讽道 哟 还没死呢 我以为你都暴毙在这了呢 运尸体的车都开过来了 我懒得接话 你来做什么 陈雨飞直接冲到我面前 一把将我推倒在地 又将导盲棍踢开 这是我的房子 我想来就来 陈雨飞抄着头 在大厅内转了一圈 我要收回这个房子 限你今天之内就给我搬出去 屋子就不用你打扫了 反正你碰过的东西 你没资格说回 陈雨飞冷哼一声 朝着地板上吐口水 吼道 那是我爸妈 你这个贱人算什么东西 赶紧给我有多远滚多远 说完 他头也不回地走了 七 夜晚降临 杀手大哥回来了 他好像有洁癖 一进屋就开始脱衣服 现在我也没心思去偷看了 杀手大哥换好衣服 见我一声不响地坐在床边 便问道 怎么了 半天不说话 一句怎么了 但我瞬间红了眼眶 从小到大 几乎没有人关心过我 我低着头 带着哭腔 大哥 你杀一个人要多少钱 你想干什么 我一抹眼泪 想问问你挣的多不多 我想借点钱 杀手大哥 你想借多少 嗯 看来是挣的不少 我想借 不对 我转念一想 借了钱还要还 我现在又没有工作能力 白白浪费别人的财产 我向后仰去 整个人陷进被子里 算了 不借了 你直接杀了我吧 尸体放的不用管 过几天会有人来收 你也另外找地方住吧 开白 我闭上眼 准备迎接自己的死亡 符也响了 腹肌也摸了 没留下什么遗憾 杀手大哥的脚步声越来越近 他好像在床边坐下了 我感觉到了床的凹陷 杀手大哥淡淡开口 告诉我发生了什么 给你摸腹肌 好的 我疼的坐起来 爸 我把事情的原委告诉了他 包括我眼睛的事 杀手大哥听完 语气平平 我知道了 你看 我留在这里 明天应该就会被他们打死 出去应该会饿死 我心意横 所以 再让我摸摸腹肌 然后你就杀了我吧 他看我兴奋的样子 有些不可置信 你死前就只想着摸腹肌 其实我还想滚床单 面对我的直白 杀手大哥再次沉默了 我试探 你能 他果断拒绝 不能 小气鬼 Q 杀手大哥让我先别死 他没说原因 只把我扔进被子里 然后自己去洗澡了 一个杀手劝我活下去 这多少有点搞笑 虽然不知道他要做什么 但我还是悄悄打包了行李 卡里还有一些钱 能让我再狗活一阵子 第二天清晨 我被敲门声吵醒了 起初还以为是陈雨菲带人来赶我走的 我胯上包 点着导盲棍准备离开 没想到这群西装大哥 一见我就90度鞠躬 客客气气的把我请回来 还顺便给屋子做了个大扫除 西装暴徒秒遍家政小哥 为首的男人走到我面前 笑着说 温小姐 我们老板买下了这栋房子 您可以安心的住在这里 我懵了 什么老板 哪来的老板 我怎么不记得我认识这么一个大人物 我疑惑的问道 你们老板是谁 西装男人 这个我不方便说 卧槽 石 老板大人 请受属下一拜 杀手大哥刚回来 就看到我腾了一声跪在地上 他的语气仿佛早有预料 你跪的是电视机 我故意的 面前的这位可是杀手集团的老板 我死也得抱上这条大腿 我夹起嗓子在空气里乱摸 你在哪里 杀手大哥走过来 提着我的后领把我拎起来 我在这里 我趁机拉住他的手 极力推荐自己 老板 我愿意为组织赴汤导火 请您收了我吧 他的语气带着笑意 那你都会干什么 这个问题把我问住了 我想了想 说您不是很喜欢洗澡吗 我搓澡搓得可好了 以后我来负责给您搓澡吧 杀手大哥不需要 我愿意以身相许 杀手大哥不需要 我干脆抢买抢卖 二选一要哪个 面前这人沉默一会儿 搓澡吧 好的 十一 我深吸一口气 手握搓澡金走进一室 以前看不清楚 现在终于可以近距离观赏了 结果 杀手大哥下身围了条玉金 单手扶墙背对着我 我撇撇嘴 浴室这么冷吗 非得围上个东西 我极力忍住想扯下他玉金的欲望 轻声开口 我开始了哦 杀手大哥 嗯 我双手捏紧搓澡金 卖力地搓起来 这个力度可以吗 可以 我埋头继续搓 不得不说 他作为一个杀手 背上竟然一点伤都没有 非常光流 我是非常羡慕的 要知道以前我经常被陈宇费欺负 身上留下来很多大大小小的伤疤 夏天都不敢穿短袖短裤 我一边搓 一边夸 老板 您的背可真滑呀 都没有伤 更快磁砖似的 而且您长得也高 我都感觉我在搓墙 我去 有点累 很久不运动 我这老胳膊老腿真是不禁使唤 杀手大哥 累了就出去吧 我动作不停 哼哧哼哧地继续搓 那可不行 我得搓到您满意为止 温宁 杀手大哥突然转身 我来不及反应 一手按在了他的胸膛上 我们俩一时间都沉默了 我的关注点全在他的胸肌上 怎么说呢 这个触感又软又硬 还有个小秃点 我捏了捏 问我能做做吗 十二 我被赶出来了 杀手大哥说 在他出来之前不准我进去 还锁上了门 所以我坐在床边等他 过了一会 杀手大哥洗完出来了 他看见我 第一句话就是 回你房间去 又想赶我走 我躺下摆了个造型 声音充满暧昧 老板 选一送一 我可以的 不用联系我 杀手大哥直接无视我的邀请 把我拽下床 语气非常凶狠 我要睡觉 你赶紧走 睡个屁呀 这还不到八点 我不服气 这是我家 杀手大哥更有底气 现在是我家 好 好像是这样 我狗腿的九十度鞠躬 道 老板晚安 祝您做得好吗 我点着导盲棍 慢慢走到房门口 云关门前 我不由得叹气 老板 我发现我很会让别人愿意上床 就比如您 我一说话 您就准备睡觉了 他反应了一会儿 滚出去 十三 回到房间后 我忽然听到了一阵 陌生的手机铃声 顺着声音翻箱倒柜 找出一部老旧的按键手机 按下接听键 一个中年男人的声音传出来 喂 宁宁啊 好耳熟的声音 啊 是我养父 陈卫林 我回 晚上好 爸爸 好好 你在那边过得怎么样啊 挺好的 那就行 那就行 含蓄完了 他应该要进入正题了 手机那头的人 轻咳了几声 声音游游郁郁 爸爸想去你那住几天可以吗 我愣了下 为什么呢 前些天我跟你妈离婚了 那怪不得 爸爸现在没地方住 身上也没有多少钱 所以想去你那边住一段时间 陈卫林不去找他两个儿子 到来找我 对不起 爸爸 我淡淡的说 这房子已经另有主人了 您不能过来住 陈卫林一听立马急了 他吼道 另有主人 这怎么可能 你在骗我对不对 我没有骗您 您可以去问陈宇飞 他之前还想收回这个房子 宁宁 爸爸真的 没音了 我拿下来一看 是手机没电关机了 充电器不知道放在哪里 算了 明天再找吧 我把手机扔回箱子里 十四 三年前 经过亲戚的介绍 我跟着陈卫林来到陈家 在进入陈家的第一天 陈宇飞就把我拖进厕所 拳打脚踢 我全身带着伤 把这件事告诉了养母 但他却轻描淡写地找理由 说陈宇飞只是在闹着玩 只有陈卫林会多少护着我些 学校里 我被同学孤立 老师对我不管不顾 随着大人对我的漠不关心 陈宇飞对我也越来越暴力 他趁我不注意 将我狠狠地撞下楼梯 等我醒来 眼前已是一片模糊 再也看不清这个世界了 养母得知我失明后 开始推卸责任 并且抛弃了我 陈卫林在临走前 递给了我一部按键手机 他说会常打电话给我 但到目前为止 我只接到了那一通电话 十五 宁宁 你在里面吗 开门啊 我是爸爸 快开门 令人烦躁地敲门声 再加上喊声 把我从睡梦中拽了出来 我睁开一眼 窗来天刚拂晓 妈的 自从陈与飞来过之后 就睡不到自然醒 听声音 应该是陈卫林 我穿上外套 窝索着走出门 陈卫林一见到 我就拉住我的手 眼泪汪汪倒 明明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房子被谁买下了 还有 昨晚上为什么挂断电话了 还打不通 我戳回手 房子的主人是谁 我也不知道 昨晚上是手机没电关机了 所以打不通 陈卫林将我拥入怀中 双手有意无意抚摸我的后背 明明 你是不知道 我最近过得有多惨 你妈都没给我生活费 就把我赶了出来 还不让我跟你两个哥哥联系 陈卫林在我的肩膀上 哭了鼻涕一把泪一把 我挣了挣 没挣脱 反正她就是来要钱的 我叹了口气 我这张卡里还有些钱 爸爸你先拿去用吧 一听到钱 陈卫林果然立马松开了我 里面有多少 应该不是很多 我将兜里的银行卡递给她 你去银行看一下吧 立马是后六位 好好 陈卫林把卡揣进兜里 又恋恋不舍地 看着我身后的房子 我站在原地 双目无神地看着地面 爸爸 您尽快找工作吧 这些钱肯定花不了一辈子 您以后也别再来这里了 陈卫林收回目光 摸了摸我的脸 你把手机充好电 爸爸随时联系你 我低着头没回答 十六 陈卫林走后 我回屋第一时间找出手机 抡起锤子就把它砸了 奶奶的 谁愿意当她一辈子的提款机 真是越想越气 地上的手机已经稀巴烂 但我还是不停地抡锤框砸 杀手大哥忽然出现在我房门口 你在干什么 她竟然没出门 我放下大铁锤 尴尬地挠了挠头 我养父会打电话来要钱 所以我先把通讯工具销毁 您放心 我会尽快把这件事解决好 不会给您添麻烦的 杀手大哥 你需要什么 我可以帮你 我连忙摆手 说不用不用 你已经帮我很多了 她倚靠在门框上 盯着我看了一会 随你 十七 陈卫林因为联系不到我 一连几天都在房子外晃悠 我躲在房间里 既不开门 也不应声 她每次只能信心地离开 又过了几天 陈卫林再也没找过我 我与陈家 应该是彻底断了关系 终于摆脱了这层束缚 真是一身轻松 然而还没高兴多久 杀手大哥就要离开了 我猜应该是要转移阵地 杀手大哥说 我可以继续住在这里 而我表示 坚决要跟着老板共进退 到了新家以后 我一天都要摔上八次 杀手大哥为此 给我安排了一个保姆 每天都牵着我走路 熟悉环境 我和保姆相处得不错 还从她口中 知道了杀手大哥的姓氏 当她还想告诉我更多的时候 我迅速摇头 啥也不听 知道越多 死得越快 这规矩我懂 杰可是在杀手组织里 混日子的人 十七 这天晚上 我哼着歌 手脚麻利地 给杀手大哥搓背 老板 舒服吗 他背对着我点头 我突发奇想地来了剧 那我可不可以 给组里的其他兄弟搓背 杀手大哥身子一降 反问道 我满足不了你 不是 我笑出了声 我想展现一下我的搓澡功夫 搓了这么多天 我感觉我的技术提升不少 胳膊上都有肌肉了 杀手大哥文言转过身来 捏了捏我的胳膊 再练练 还不行 那好吧 反正也只是随口一说 我理了理头发 等着杀手大哥转过身去 等了半天 他也不动 头顶上灼热的目光 仿佛能把我戳不动 我不敢抬头 更不敢动 你 转过去了吗 没有 我有点懵 想让我搓前面吗 我可以帮您拎起来搓 他咬牙 出去 十八 则 每次搓到一半就赶我走 我撅嘴 我不 为什么每次搓到一半就赶我走 我承认骚扰你是我不对 但退一步想 你身材这么好 难道你就没有错吗 杀手大哥淡定地看着我做死 嗯 接着说 很气 又很耸 钻井的拳头松开了 当然没有 全是我的错 您慢慢洗 小的出去了 我转身刚迈出一步 脚下好像踩刀什么东西 身子一歪 眼看就要摔倒 杀手大哥迅速伸手 把我拐到他的怀里 我们两人一起摔在地上 就这一瞬间 我买哪都想好了 杀手大哥撑着胳膊坐起来 拍了拍我的肩膀 起来 我枕在他的腹肌上 不想起 于是装病 我 我起不来 他护着我的脑袋 问道 摔哪了 他竟然信了 我继续装 摔到腿了 我站不起来 杀手大哥调整姿势 一把将我抱了起来 天啊 是公主抱 这次真的死而无憾了 杀手大哥抱着我走出浴室 弯腰刚把我放到床边 我立刻手脚并用圈住他 将他甩到床上 我听到他低沉的嗓音 带着怒气 胆子不小啊 温宁 我声音闷闷 我胆子一直很大 杀手大哥虽然嘴上说着狠话 但身体却一直没动 任由我抱着 衣服早已被水打湿 粘在身上黏乎乎的 心跳声听了一清二楚 我摸了摸他的头发 每个音调都在诱惑 老板忍着对身体不好 杀手大哥似乎听出了我的意思 侯杰吞咽了一下 嗓音透着典雅 又问可以亲吗 他是真莫及 现在跟我搞什么纯情 我一把捧住他的脸 拢作一口 你不用问 强温我都没关系 嘴上说着厉害 但他掐着我的腰用力使 我真的要疼晕过去 杀手大哥用发烫的手掌 抚摸我的身体 几次碰到那些丑陋的疤痕 他俯下身轻轻地吻着 我捂住嘴 无声流泪 杀手大哥吻掉我的眼泪 身下的动作渐渐慢了下来 如此近的距离 让我看清了他的眼睛 那是一双十分明亮的桃花眼 还疼吗 他问 我快要疼死了 二十 我醒来时天已大亮 阳光照得我又闭上眼 往身边人的怀里钻了钻 杀手大哥也醒了 手指不停地捏我的脸 我笑着皱眉 别闹 他很听话地没再弄 当我准备继续睡的时候 他忽然凑到我的耳边 问 你好奇我的名字吗 本来还睡得迷迷糊糊 瞬间背下清醒 卧槽 这什么宋命题 知道了杀手的名字 应该马上会去见阳王吧 不不不 我一点都不好奇 杀手大哥疑惑道 你不想知道吗 不想不想 一点都不想 杀手大哥没再说话 默默地起身穿衣服 我意识到自己惹他生气了 想赶紧道歉 老板 别叫我老板 二十一 我急了 随便裹了被子下床 那我要叫你什么 陆先生 杀手大哥 我不喜欢 我连哄带片 那宝贝 甜心 亲爱的 他没说话 情急之下 我一把抓住他的胳膊 你别生气 刚刚是我不对 杀手大哥身子一僵 捏着我的脸颊 强迫我抬起头 你能看见 完了 暴露了 我稳住呼吸 眼睛无神地摇头 我看不见啊 杀手大哥放开我 向后轻轻退了一步 无声地聊起自己的衣服 有腹肌 我的眼睛朝内看去 只听冷笑一声 你果然能看见 好一记色又数 我捏着手指 低头承认 好 我坦白 我并不是全瞎 能模糊地看见点东西 杀手大哥插起腰 应该是气得不轻 他问 有多模糊 我现在看不清你的脸 我冲他勾勾手指 凑近点 让姐好好看看 他真的过来了 双手捧起我的脸 低头亲了上来 我吓了一跳 想推开他 没推动 杀手大哥扣着我的手腕 接着我听到他得逞的笑声 你不是说强温你都没关系吗 我捂着嘴 你了半天也没说出话来 结果他还挺不乐意 不过别以为这样我就会原谅你 男人开门离去 我 22 为了搞清楚情况 我去询问了保姆无妈 得知了杀手大哥的真实身份 星环集团董事长CEO 原来姐一直卑躬屈膝的地方 不是杀手组织 而是如今的商业帝国 杀手大哥本名陆云县 原是集团背后的实际掌权者 他在正式接管星环集团不久 遭到仇家跟踪 被破了一身冻血 迫不得已逃到偏僻的郊外 然后躲进我的房子里 好在现在风波已经过去 坏人被绳之以法 真的是 怪不得这个姓透露着一股霸总位 我一直以为他是杀手 不过谁让他一见面 就拿着刀威胁我 二十三 晚上 我正思考着该怎么跟他道歉 我妈递了一部手机过来 温小姐 路线上打点您的电话 说实话 我有点不敢接 我清了清嗓子 颤抖接过 喂 手机带头的声音沉稳低沉 温宁 我今天早上 不应该对你那个态度 对不起 我手抖了一下 啊 错的不是我吗 老 亲爱的 我也应该跟你说对不起的 我之前以为你是杀手 所以不敢告诉你 我看得见 我当初也不该拿刀威胁你 对不起 那 我们和好吧 嗯 陆云线笑着说 你现在有空吗 想不想一块出来吃饭 这么一说 我意识到 自己好久没接触外面的世界了 便回到 好啊 二十四 我让五妈帮我挑选了一件外出的裙子 陆云线派了车来接我 到了餐厅 我挽着陆云线的胳膊到处张望 这地方是真豪华呀 虽然我只能看清灯泡散发出的光芒 面对端上来的肉排 我撒开架子大块朵鱼 以前装瞎的时候 吃面条都得小心翼翼 等吃的差不了 陆云线喝了口酒 郑重的说 温宁 如果你只是把我看成一个睡觉搭子 我也会为我昨晚的行为负责 噗 我差点被口水呛死 几条命啊我 敢把集团老总当床搭子 我擦了擦嘴 老 亲爱的 虽然我经常说一些虎狼之词 感觉不像正经人 但我没有量想 我本来就挺喜欢你的 陆云线半信半疑 是喜欢我的腹肌 还是喜欢我的人 什么话 把我看得也太肤浅了吧 我义正词严 当然是你的人了 好吧 我两个都喜欢 都要 他 我就知道 25 我和陆云线正是在一起了 可万万没想到的是 还没来得及享受荣华富贵 我就得跟着陆云线 参加各种大小宴会 每次一进入宴厅 我就感觉 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了我们 不过整体氛围还是很好的 在一次小型宴会上 陆云线被一群商业人士团团围住 我站在餐桌旁 一边吃东西 一边静静听着 忽然一个人从旁边叫我 温宁 我下意识回头 一个高个子男人走到我跟前 还记得我吗 这声音 我死也忘不掉 陈向阳 陈云飞的哥哥 陈卫林的大儿子 我垂眼点头 向阳哥 没想到在这里遇到你 他说 我们换个地方说话吧 陈向阳拉着我到了一个 四下无人的角落 问道 听说你现在和陆总住在一起 关你屁事 我点头 嗯 那挺好啊 下辈子不用愁了 我低着头没说话 陈向阳笑着抿了一口酒 我知道你也很讨厌我 但我还是要跟你解释一下 陈予飞之所以那样对你 是因为陈卫林喜欢你 你差点当上 我和陈予飞的小妈 我一惊 全身的血液仿佛在倒流 陈向阳全然不顾我的感受 自顾自地往下说 陈卫林以前经常半夜进你房间 你都没发现吧 我这里还有陈卫林录下来的影片 可惜你看不见 他弯腰贴在我的耳边 冷冷地说 要不要我发给陆总 让他看一看 周围的光亮让我稳住呼吸 如果是在黑暗中 我估计会全身发抖 我问他 你想干什么 陈向阳往我手里塞了张卡片 我希望你能常跟家里联系 26 亲爱的 我被威胁了 晚上一回到家 我就把这件事告诉了陆云线 陆云线听后 忍住了自己的怒火 冷静地说 别怕 我来处理这件事 我没怕 我还挺兴奋呢 我笑道 原来变态就在我身边 他安慰的手停在半空 我把手机和卡片递给陆云线 你帮我播号 顺便开录音 我倒要听听这个仔组要干什么 27 嘟嘟嘟 电话接通了 我听到陈向阳的死声 你好 哪位 特忙还挺有礼貌 我一秒入戏 哭得抽抽叨叨 像阳哥 陈向阳的声音得意起来 妹妹 别哭 你只要乖乖听我的话 我不会怎么样的 我吸了吸鼻子 你想让我干什么都行 求你别把这件事告诉陆总 他会不要我的 而一旁的陆总 已经被我的演技征服 不可思议地看着我 我朝他抛了个媚眼 嗯 陈向阳对我的回答很满意 首先 你先去劝说陆云线 让星环集团跟我们公司合作 然后再凑3000万给我 还有一部分股份 陈向阳说了很多条件 一个比一个离谱 在他口中 我仿佛是一名无所不能的特工 在我连连的答应声中 陈向阳挂掉了电话 陆云线一直在旁边听着 他熟练地找好律师 还给我准备了存折 几天后 我身上装着录音笔 来到了和陈向阳做交易的地方 他就像电视机里的反派一样 给了我一份 又亮出另外一份 陈向阳说 要用这个东西威胁我一辈子 他还把影片放给我听 我看不清楚画面 但里面确实有我的梦一声 还有陈卫林粗重的喘息 听得我只想呕吐 最后 陈向阳和陈卫林锒铛入狱 养母拉着陈云飞来 跟我磕头认错 他们跪在的那一刻 我翻了个大白眼 陈云飞哭着跟我道歉 说我怎么打他 他都不会还手 一直打到我解气为止 可我只想送他去坐牢 不想脏了自己的手 就这样 天还没凉 陈氏起夜就完蛋了 陈云飞也因为故意伤害罪 进去了 28 天下太平后 我郑重思考着 现在我和陈云线的关系 如今 我可以光明正大的 对着陈云线发出骚扰 而他对我的某些行为 也习以为常 我一凑过去 他就撅嘴等轻 太不值钱了 不如之前 他装矜持的时候过瘾 我双手抱胸 标大进浴室 陈云线正在洗澡 姐喜欢你原先那个样子 又乖又纯情 还不给作 陈云线低头轻 我的动作停下了 那现在呢 现在 我嫌弃得皱眉 都恨不得对到我嘴上 他冷哼一声 这样了 那你现在就给我出去 对对对 就是这个感觉 我不 我板起脸 你能把我怎么样 陈云线扯过浴巾 将自己擦了擦 然后弯腰把我扛在肩上 我被他折腾了一宿 早上起来 我伤痕累累 动不了一点 虽然这是我自找的 但据脾气的 我还是决定逗一逗他 我望着陈云线 对不起 陈云线一脸蒙圈 对不起什么 没什么 29 陈云线想治好我的眼睛 他载着我到各大医院去检查 但医生们都摇摇头 表示无能为力 没事 我只要能看清你就行了 我安慰他 你就是我的世界 从网上学来的土味情话 讲出来是真尴尬呀 我自己都觉得有点难为情 陈云线拉过我的手 将一个冰凉的小东西 放在我的手心上 他亲了亲我的脸 温宁 要不要嫁给我 要装一装 我坏笑道 有什么好处 腹肌随便摸 条件不大够啊 我歪着头 将戒指戴在无名纸上 还有奶和精 陈云线捏住我的嘴 好了好了 都是你的 不用说出来 这话我爱听 紧接着心里燃起一股兽欲 我躺进陈云线的怀里 眨眨眼 问你今天还去上班吗 陈云线配合着解扣子 不去 那今天的裤子就穿到这里吧 我一把推倒他 照着嘴吻了上去 喘息之际 我看向窗外的景色 阳光灿烂 万里乌云 我以后的人生 可能也是这个样子 全文完